又來到多元資產Talk 有Rafael的真人在 早安 雖然有Rafael的真人 不過現在你們看的都是一個錄影 我們是星期二錄影 所以Rafael剛才提到 我們星期二錄完之後才出了CPI 昨晚的美股 即是星期一的美股不太動 就是因為CPI 大家就觀望 所以Rafael都說 有可能的市場是不同的 不過我們現在 Other things being constant 我們就當作這樣說 除了CPI要看之外 這兩天真的 上星期五開始 那些美股是回得多 特別是之前喪炒那些 我們上星期都問過Rafael 是不是這個 剛剛的調整就開始 Rafael的說法就是 標譜不去到見什麼字頭 就不算是調整的 等一下Rafael會不會再說一次 我們先回覆一下 這幾天的市場發生什麼事 好啊 多謝大家 公務繁忙 私務繁忙 所以又錄影 不過好像下個星期就不是錄影 但我也知道 錄影可能反應不太好 或者錄影 都不是啊 我們上集是不是錄影的 我們上集是Live 上集都是 上集我們有一萬個view 很厲害 多謝大家 也很多謝大家 我們那些 都不是說真的跟著很貼的說 其實有時候這樣我覺得更好 首先說回很多東西說 我有張紙在那裡 首先又有一個PowerPoint 首先說回 好像李兆基 你知道嗎 四叔李兆基 他每一次出來PC之前 有張紙仔 但我的朋友跟我說 Rafael你拿這張東西 你這個人很老套 是上一代 然後我說這些就是我的人工智能 這個是人工智能 這個是我的人工智能 然後我的朋友說 這些是AI 這些是Rafael的Average Intelligence 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Average Intelligence 我們不要開玩笑 先說回美股 其實都是那一句 11、12月 1月、2月升了很多 基本上全行 尤其是去到1月、2月 就是那個 去到1月、2月 其實大部份 我們都 我自己 或者其實不只是我自己 我自己一個view 沒什麼重要 但很多人都真的很觀望 很擔心 因為是升了很多很多 就算基本面怎樣好 你都很難一次過買 就是一次過一口氣 還要賣4個月 還要低位升了很多 你看NVIDIA那些 又升了很多 然後你看到 終於上個星期五 開始有個調整 然後NVIDIA 然後SMC SMC 都沒有什麼 因為SMC還在做inclusion 但是NVIDIA 就很明顯了 你看到 如果你看Closing Price 都下降了10% 如果你不看Closing Price 你看intraday 其實差不多跌了20% 960元 一開始去到800多元 其實 所以股王還股王 很多人喜歡 這些 我很理解 我自己都很喜歡 但是 就升得很急 還有 一隻這樣 這麼大的marketcap 的股票 可以 一天跌 不是說一天 兩三天 就跌100元 跌百多元 然後跌了200個billion market cap 這些是很瘋狂的數字 所以這個要大家繼續留意 還有其實NVIDIA 其實很多人都告訴你 就是 如果intraday 有一天是10-15% correction 通常這隻股票都會震盪一下 但是應該 那個熱潮就要減低了 其實你看回那些option 你看回那些twitter 你看回那些stock tweet 你看回那些所有的 其實很明顯 由correction之後 那一天到現在 那個熱潮是大幅減少 大幅減少 大幅減少 談論到 談論到 我好像上一集說 是否在上一集說 MAX7 就開始沒有什麼人說 成為歷史 成為歷史 因為 都不是只剩7隻 只剩1隻 2隻 今個星期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 不是NVIDIA 這間公司幻滅 我覺得 其實反而別人覺得 不要講的時候 就更加做多些功課 更加看多些 更加想一下自己想買還是沽 但是很明顯 就是市場那個tension 那個留意度 就是大幅降低 其實這個也是 我自己預期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 是同一件事 就是 我們人性 市場 很少可以是一隻股票 一個概念 是講很久 不是說這個概念行不行 但是都真的有點嚴 就是你天天 我們做基金經理 就是買 我們經常都說 買都要 買都要 不斷買都要休息一下 一隻股票 一隻股票 一隻股票都要休息一下 很難每一天 很充滿地做 所以這個就是NVIDIA 但是這個是 然後就 這個是不是不對 好像不是很對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咦 不是Smart 17 好像是對 對 對 第一行不對 不要緊 第一行不要緊 我繼續說 對的 所以說回這件事 都對 然後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CPI CPI 剛才就像范考講 CPI就是范考講 有很多人關注 然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 我也知道 一直在這幾個星期 我好像聽范考講 都發現 好像香港買的Bitcoin 不是那麼容易 有些證券行的問題 或者有些出來 其實我不是很想 我聽到這個之後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 只是想幫人 但是如果幫不到 其實就不要說 說少一點 但是在美國那邊 其實很明顯 在美國那方面 很明顯 這四五天 那個attention 就是很多很多 基本上 在過去的 36個小時 基本上 全部都是Bitcoin 基本上 美國的經濟 沒有什麼人怎麼說 美國的經濟 沒有什麼人怎麼說 CPI其實都沒有什麼人怎麼說 Navidia 就已經開始很不想再說 然後其他的股票 都不是很想再說 只是說Bitcoin 很理解 因為已經破了7萬 我不知道有沒有跌回 你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跌回 我們現在講的時候 就是7萬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昨晚特朗普說 這個也是一個很 我不知道你今早有沒有說 有 特朗普是說 他對Bitcoin的看法 是很開放的 他覺得是可以 是美國的第二個 currency 他講Facebook 我們不要講 但他說Bitcoin 是很開放的 這個跟他 8年前 4年前 完全是一個大的U-turn 人一看到就很 很驚訝 如果他選到 那會怎樣 這個第一 轉軚 是的 然後看到美國的ETF 是很成功 Bitcoin的Cash ETF 很成功 現在很多交易都在做 本來有些都在做 什麼加拿大 法國那些 一直都做開 但現在講最大的 不是日本 這個叫做倫敦 倫敦將會很快 也會做Bitcoin cash ETF 然後香港也都好像 我聽到你可能會做 可能會做 所以你看到 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新的資產 很多很多人關注 這件事 就是過去的36 我總共有很多人講 然後 我亦都可以講 我們上一集 好像講過那些 Marathon 那些 比較三隻 是的 比較三隻 其實昨晚 這個是星期一晚 星期一晚 其實美國的Bitcoin mining company 全部都大卸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大那些 小的那些 全部在說跌至跌5% 10% 15% 全部都大跌 你看到 首先上禮拜 我們都講過 Bitcoin mining那些公司 Bitcoin mining那些公司 其實它的基本面 其實都有幾多問題 首先 挖出來的硬幣 就是Bitcoin 價值就高了很多 如果看現在的價格 但是首先第一 它挖出來的產量就減一半 這個是第一 還有第二件事 其實在美國 在中國 在很多地方 其實因為這個 電力需求是很大的 其實我不知道 好像這裡沒有講 其實在兩個月前 德州 就是Texas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叫做監管 就是想嘗試限制 和嘗試理解 和嘗試規範 這個叫做Bitcoin 用電力的情況 就是你不可以自己開一個 然後用很多電 就跟別人說我給電費就可以了 即是不行 因為你這個是一個很嚴重 用很多電的一個產業 這個是第一 所以那些Bitcoin mining company 其實昨晚就跌了很多很多 大家都看到基本面 跟它有很多不同 然後最後 就是 都還是Bitcoin 然後我們再講 PowerPoint 就是Bitcoin 我們這幾個星期 都講了幾個星期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你講 我還在加拿大 即是2萬至1萬 15萬個次 是的 那個是何時講的 都三個星期前 三四個星期 是的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不是今天才講 好似上個星期 我記得上個星期 我們有講很多傳統基金 開始買 我自己的客戶聽到 都挺嚇人的 你問我 我是一個70歲的伯伯 我是要很傳統的去保守 然後你就和我等了一些Bitcoin 這個其實你問我 我都覺得挺難接受 是的 但是他們都是這樣做 越來越多人這樣做 很多人會講 究竟這個ETF5 究竟會是何時完 或者會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這些ETFGathering 去拿這些Bitcoin新錢 當然有一個叫做投資性的問題 究竟你高 你買不買 你的價格高了 你會不會買 這是一個投資性 就像股票一樣 低你就買多一些 高你其實應該沽 已經很貴了 很貴了 你應該沽 這是一個投資的決定 我們第一個投資決定 每一個人看不同 有些人又短線又長線 又看高又看低 又買又買 我最喜歡這些市場 不要全部人都做同一件事 每一個人做不同的事 每一個人想不同的事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但是 這個是投資 每一個人想法不同 但是 在那個叫做市場行內 或者那個規則 或者那個叫做基金配調 這個很明顯就是剛剛開始 是很剛剛才開始 所以你看到很多其實都很簡單 這個真的是一個 supply demand 我們之前幾個禮拜都講給你聽 現在的ratio平均是十對一 十個人買 每一天有十個bit 有個需求要買 有個需求要買十個這些bit 這樣東西其實一路 平均是十對一 十對一 勁的那天十二比一 炸那天都八比一 這樣東西 其實他們就不是一個 用投資的角度去想 他們就不是想 不是啊 Rafel 七萬二 他們可能沽 如果有人這樣想 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在那個叫做中長線的配套 其實現在才是剛剛開始 所以你看到幾次都沒有沽 一定不會沽 都沒有開始買 慢慢買 又買得不可以買得多 又不可以買得急 所以這些就要 所以我想說 就是一個很長遠的東西 還有這個在很多 所謂叫做asset allocator 是一個一年的工作 你要跟我說 OK 上頭跟我說 我們的growth fund 要放3%bitcoin 我不會這樣 2月 不是3月 12日 就一下跟你買 他買也都不可以賣 加上也都未必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是逐步逐步的 所以你看到 那個長途 那個長線 那個 美國的資產配置 其實那個 這個info可以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驚人 然後我們買一樣東西 基本上就是減半 所以 為什麼 有些人說15萬 有些人說10萬 有些人說20萬 昨天有人說40萬 因為其實是真的炒供求 是真的炒供求 你當然可以說 去到40萬的時候 那個asset allocator 覺得很貴 然後不買也都可以 你也可以說 10萬元的時候 很多買了的 現在沽了它 當然有一個銷售壓力 這個也是真的 但是在配置的角度 我想說 是真的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今天是3月 asset allocation 可能4月1日才開始 可能他們其實今天都未必開始賣 你要知道這些 這些是long only 傳統基金 他們做事 然後他們的銀額這麼大 投資一個新的產品 投資1% 3% 他們不是用 不是像我們hedge fund 一天跟你賣掉 他們不可以這樣做 都是很慢慢地做 很長遠地做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行內 這些就叫做genuine buying 很genuine 非常genuine 它其實跌跟你買多些 升那天可能它沒有買得那麼爽手 它又不會跟你追 它不會跟你走 它不會跟你走 momentum 所以這件事情想說回來 他們genuine buying之後 也是長期 long期 浪耗 浪耗 它今天跟你說1% 它不會5月跟你說0 通常這些 還有你的asset allocation 有說真的 譬如你1%其實很少 你想怎樣1%去0.9 有影響他們1%去0.9 但可能它現在是買0.1 所以這個要注意 這是第一月第一點 就是市場講的 然後 我們講了很多momentum trade 這幾天之後就散了 這個也是很正常 就是momentum trade 過去四個月是很厲害很厲害 也沒有什麼可能繼續這樣去 就是沒有一首歌可以由頭唱到到尾 是的 然後第一頁第二點 這個很多人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non-farm payroll 這個就是上個星期五的 很多人說 都挺有趣的 債市是由大升到大 就是bond yield其實動得很厲害 債市動得很厲害 很多人就說unemployment rate 很多人說wage growth 小了 但其實最嚇人的就是去那些revision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有說也不要緊 一月的數字由35萬減到剩下20幾萬 是因為這個 是的 12月又減了四萬幾個數字 12月的數字 它經常都很厲害 現在的revision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只看12月 這個看第一頁第二點 如果你只看12月和1月 那revision已經沒有了16萬7千份工 那它不行啊 它是誤導的 16萬7千人 所以這個才是最厲害 因為我們知道 2月的數字好像很厲害 2月的數字就是28萬 那我就覺得奇怪 是啊 二十幾 然後就比市場預期好 那我想 咦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但失業率又很厲害 3.9% 是的 我等一下會說失業率那樣東西 但是首先 最市場帶來驚嚇的 就是它那個down rate variation 是很厲害 是的 你等於有一點點 范考 我今天跟你說 我今天跟你說30萬 一個月其實不是20萬 就是差很遠 可以差很遠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 所以它的債市就動了 債市就動了 動得很厲害 即是覺得是會減息的機會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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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第二頁第一點 很多人就說 做很多conclusion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 我都是讀經濟的 讀經濟的那些 不妨拿一份勞工處的數 逐隻字體 這個是一個經濟數據 這個是勞工市場數據 這個就不是一個股票的數據 是挺有趣的 你真是可以研究到美國發生什麼事 是 不要將整個世界都是用一個S&P 500那張套來形容 其實世界不是這樣的 你拿份勞工的數據 它有很多數字 很有趣的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我在這裡拿出來 首先如果你拿過去一年 或者由去年3月開始 拿財務費用 其實財務費多了260萬 Payroll Payroll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份工會給錢 給人工 就是Payroll Payroll non-farm 非農業 多了260萬 但如果你看到 Employment 這個叫做 職位數據要增加 其實只有14萬 為什麼會這樣 Full-time employment 一個全職 回到9至5的工 其實是去年3月至現在 是跌了28萬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越來越多人 做很多份Payroll 這是第一 你的Payroll多了很多 你明天請我 你明天請我拍照 這份都是Payroll 但我明天又跟陳先生講 頭次 又跟他在學校掃樹業 然後又做補習 這些全部都是Payroll 你可能一個人揹著5個Payroll 都可以 一定可以 但就沒有全職工作 全職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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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全職的工資 全職我一份工作 做飯考不喜歡我 所以沒有 就是這樣 所以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個 在勞工數據數字上 看得很清楚 然後其實你問 是不是很難理解 一點也不難理解 這個也是美國的年青人 或者全球的年青人 都很喜歡做一些事情 你不要再叫我 在辦公室中 坐9萬5 我就五份拍攤 在我家裏又可以對著狗 又可以聽YouTube 又可以聽音樂 又可以吃飯 這個可能亞洲不是好 但美國這個一定是很容易去理解 所以其實勞工市場 Payroll 那些數量多不多 Payroll 都是多 很多 還有很多時候一份工斬開幾份 幾個Payroll 譬如我以前范考是請我 九至五坐在這裏 然後范考現在都是不好 拍攤 全部求職者都是喜歡做兩個小時 我只是做兩個小時 你不要叫我全日坐在這裏 做兩個小時 那范考就要請四個 其實是四個Payroll 但每一個Payroll 那些錢當然不是全時間的Payroll 你做兩個小時 其實我們如果看經濟是好 還是我們應該看Payroll 看Unemployment Rate 還是看什麼呢 我這個不是去反 我就不會用一個結論說究竟 簡單來說 那老公市場是好一點還是不好 這個是 不是可以一句話這樣說 那 還講了國語 一句話 一刻就這樣說 你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大家去演繹Payroll 那樣東西 就要開始想多些 因為以前我們想Payroll 通常都是全職 這個都是這幾年所發生的變化 這個其實在美國都很普遍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Payroll 但全職工作是跌 這個很重要 然後最後第二頁 第二點就是NVO 大家最喜歡聽的 減肥藥 還有現在開始 通常它的效果是越來越顯著 還有可以做到GLP1吃藥 然後又是效能很好 這些全部都是科技的 breakthrough 這個都要留意 減肥藥 我們當然就在市場上減肥藥 就是GLP1 GLP1一定講得少於Semiconductor 一定講得少於AI 一定講到Semiconductor 但其實股價是差不多 股價的表現是差不多 你問我 可能這個是 比例上 我會覺得結構性的增長 可能更好一點 以前 我們現在講AI 我跟人講Semiconductor AI周期是很siclic 這些人就笑我 但你看過去四五十 二三十年後 是非常siclic 大升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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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為GLP1 這些應該不會大升大跌 即是它是一個穩定的增長 很穩定 就沒有科技類那麼周期性 科技類一定是很周期性的 雖然是 好 我們繼續 我們時間緊迫 剛才沒見過 對 第三頁 出了那個叫做non-farm pay-roll之後 六月 叫做減肥的機會大了很多 現在講的是 拜六月的fath分大概5厘 所以這個高了 剛才我解釋了那些原因 除了wage growth少了 除了那些 除了revision 還有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這個就減息周期 希望快些近 始終沒有人喜歡給公式 然後第四頁 這個也很 不是說剛才那圖是說什麼的 這個是fathfundfuture Fathfundfuture Fathfundfuture 6月 不好意思 不是 剛才平時不是擺這款 平時是擺一字的 一字的 這個 這個看不到變化 然後到第四頁 第四頁 就是很多錢是由科技股移出來的 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開始有選擇性 其實你現在想回 飯校都很有趣的 不是很有趣 很正常 其實很多科技股 但是很多大的MAT7 有很多已經走不走 然後剩下最後一隻Navidia 走得很厲害 但是它都不走 然後 throughout這個process 很多人開始 放些錢去第二個sector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 當你的sector overboard了四個月 有錢出來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 都不是很需要解釋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就已經錢出來了 肯定是 肯定出來了 你也可以 argue 這些出來的全部都是在蘋果 和Google出來的 Navidia沒有 但是都應該不是 是 是 那去了哪裡 是 去到所有地方 然後到第五頁 第五頁 第五頁 這個叫做S&P 盈利那一套 也是給大家參考 第一季將會少於第四季 但是也9、8、11 所以盈利增長那裡 非常之好 這是第五頁 然後第六頁 Margin Debt Margin Debt 我們講過一次 很久了 Margin Debt 其實也跌了很多很多 這個我們最初以為 會在減息之後 應該會上升 從而去支持股票市場 當然我們還沒有開始減息 所以其實它還沒有增長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Catalyst 很大的 Catalyst 這個和這個 Multiplying effect 很厲害 即它應該開始 基本上要生產 1 million revenue 用多少人 你用多少個員工 才能生產到 100萬美金的收入 其實就由7個人到6個人 現在分兩個人就可以了 Efficiency per head 是多了很多 這個其實你問我 就是美國的企業 為什麼那個 這麼受歡迎 在全世界 很多人 很多不同的地方 要不就是用那個 很大的 revenue growth 去做 或者用很多人去管 那盤生意 但是美國全部都是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所以你看到這個很厲害 而這件事是最喜歡的 我不喜歡 它是每一下 所以它那個RE 會很高很高 有AI 對 我就是想說 可能零人 0.1個人 做2008個人的事 對於人口 對於我們下一代的 他們做什麼工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對股東的盈利 是非常好的 然後第八頁 這個複雜一點的圖 但都很誇張 SMCI的convertible bond 現在是negative yield 嘩 真的很著秀 我這麼大個兒子 真的沒有什麼 怎麼看過這些 negative yield 為什麼會有人買的呢 他真的覺得這件事很好 那他為什麼不買股票呢 又想用convertible去做 即是等於買股票 這一刻還未convert 29年才convert 但是 這樣也可以 但是 我特地很喜歡擺這個圖 因為一擺這個圖 又可以告訴你 基本上 就是 你問我 價格錯配都很厲害 都很厲害 太離譜了 很厲害 即是 我現在 你要買一隻convertible bond 是你給利息我的 我出了一隻convertible bond給你 我應該給利息給你 你之後convert 但是 現在這一刻 是你給利息我 當然是 我坐你都傻了 但那些人就肯落搭 所以就是 有一個dislocation 但是有沒有人買 有成交嗎 有成交 當然有成交 當然有成交 所以這個 所以 有volume看到有成交 所以這個 不過這些就是 我經常說這些是煙花上 不知道什麼叫煙花上 即是不會有發生第二次的 是嗎 可能我已經不翻這張圖了 最尖端那一下 就是爆煙花最美的那一下 我一拍了很美 但接著就沒有了 又有人這樣鎖 市場很亢奮的時候 是這樣的 第九月 接著是Costco Costco當然是股王 Costco不是一隻AI股票 但為什麼我擺這個Costco的PE圖 因為坦白說 這個不只是說AI和NVIDIA 和這個 你看這個Costco 這個是Costco的PE圖 2020年開始 Costco 上個NVIDIA 上禮拜擺NVIDIA 上禮拜擺AMD AMD應該是貴 或者差不多 但這就是Costco Costco 很多人覺得是一個staple 很穩定的 所以需要一個higher multiple 這個是真的 但是 是嗎 不是反轉嗎 不 越staple的東西 當然是PE會高些 你不會有色情 買牙膏 Consumer stable PE一定會高些 這個一定 但是香港是反轉的 正常不是這樣 譬如你買洗頭水 買牙膏 這些天天都要用 經濟下滑你都會用 這些multiple會高 Costco都是這樣的 那些人覺得生命崩潰 沒有了錢 我都要去Costco買過半的熱狗 以及去那裏入貨買24個croissant 但是44盤 總是貴的 是很貴 所以大家又要 我想告訴你 那個估值 在一些個別 這些都是Darling stock 我們所謂Costco 都是升了很多 這個要留意 第十頁 上兩個禮拜 好像上個禮拜擺 Economist 那個圖 今個禮拜這個圖 又再一次引來關注 中文叫引來關注 尤其是這個圖 Bat on the bull 所以Economist就投降 Barrons 由後到尾都不是很看好 或者看淡 但是 放了這個圖 很多人 有些人就覺得它是投降 有些人覺得它是一個market peak 但是 如果你看Barrons 那個歷史 由過去二十年 每次擺一個這樣的cover 它是猜對的 即是市場還可以去嗎 市場 有些人看完這個 就更加買多些 但是當然我們又要考慮 剛才那些valuation 但是這幅圖 在今個weekend 就是兩天前 這個是兩天前 一出來就很多人很關注 然後十一頁 這個你有講 這個 我們繼續NVIDIA專輯 現在股價跌了 沒有人這麼說 就是沒有人講 我們就看多些 多人講的時候 我們就不講 叫他們不要再做 學coding那個 是嗎 對 就是告訴所有人 它是洗廁所洗得最多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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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它真的洗廁所嗎 我不可以認證 中文是不是厲害了 現在扮了你 厲害了很多 給中國人訓練之後 但這個YouTube 又可以大家看一下 這個心路歷程多些 我覺得很好看 這個很好看 有時候不要只看為什麼它這麼成功 為什麼這麼成功 而且它都講很多怎樣做生意 他很願意分享 美國人全部都很願意分享 尤其是成功那些 成功那些 香港人都很喜歡分享 不成功才不分享 但是呢 這個就是回到Stanford 這個溫行溫 這個要看 這個56分鐘不過 但是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絕對好看過 它那些什麼股價圖那些 那些反而沒有什麼意思 跟著我們來到Crypto Crypto 就是第12頁 這個Flow很大 很高 那就要 剛剛開始 是的 那12頁 13頁 這個叫做Bitcoin的ETF AUM 已經跟GOLD差不多了 是的 那 我很理解的 我都是那句 就是亞洲很多人喜歡金的 我那天跟印度朋友吃飯 他都是在買金的 很多人還在家裡會擺金的 但是在美國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美國全部都是Bitcoin 下面那條就是Bitcoin 上面那條就是金 AUM 全部是金 ETF給ETF ETF 是的 兩個ETF的size 你看到 其實它只是用了兩個月 就已經跟金一模一樣 是嗎 什麼這麼少人買金的ETF 真的沒有人買金的 好 什麼問題呢 全部英文的 很多問題 不如我們群組合一起講 好嗎 我們群組合一起講 首先我又再講一條問題 好嗎 好 請你講 減息 應該買 Small Cap 還是 Big Cap 我又放回那圖 這個十五頁 白色那條是IWM 就是小股票 藍色那條是NDX Nasdaq 100 所以其實大股票由頭到尾都 好 Fed cut interest rate will market rise on good news 這個是 開頭是會的 第一期是會的 第二期是不會的 第二期是擔心 為什麼會減這麼多息 經濟 然後在這些情況 都會是Mega Cap 受惠 所以 Small Cap 就是一些Late Cycle Player 所以這一刻是不會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個Russell 2000 或者IWM 都是Russell 2000 去調查Russell 2000 Russell 2000的Index 現在是很難看的 因為那隻SMC 搞得很暖 如果你拔走了它 就差很多 是一隻股票很少 真是Russell 2000 可以那麼 Distorted 它會不會進去S&P 不是 它還未進去 所以我們想說 那隻東西是動得很厲害的 這是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就是 XLE XOP 或者買過股 然後Solar Energy 首先回答Solar Energy Solar Energy 我不看好 尤其是 這個不是什麼新的技術 不是什麼競爭市場非常高 非常高 當然所有Sector都有升有跌 但是中長遠其實不多人看 這個不多人看 還有ESG那些Flow 是縮了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擺那個圖 ESG其實基本上 在2023年的Flow 基本上這樣升了上去 然後跌倒了 現在真的沒有新錢去ESG 基本上 他們現在改一個Term 叫做Impact 可能做得更好 但ESG 其實現在很差 所以回答Solar問題 XLE XOP 我放了在第十六頁 XLE XOP XOP 是Expiration 上右一點 上右一點 開採 開採的 XLE 就是Integrated 什麼都有 Absol Mobile Cornical Phillip 那些 你如果看這個圖 一直都是上右做得好 過Integrated 最主要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油價都OK 它又不是保證 不是好像Bitcoin 但是只有一個我們所謂的穩定的價格 70至80塊 很穩定的價格 是的 但是它的Expiration 其實是 公司是越來越少可以做到的 所以變相 在公司的層面 其實他們 做不到的那些 就已經不在這裏 但是做到的那些 其實是會越做越多 所以競爭是減少了 競爭減少了很多 我們 基本上 我不會說沒有那麼競爭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競爭 現在是怕沒有人開發 OXY那些算是上右 OXY應該是上右 OXY是上右 然後 XLE 即是有下右 或者Integrated 有下右 通常就是 政府監管 Inflation價格 然後 你可以說 那些ESG concept 類似什麼電動車 那些都會有些影響 所以 回答你這題問題 一定是上右 比XLE 這個一定 除非油價大跌 你要依靠下右的穩定收入來支撐 但是這一刻 不像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題是很好的問題 還有最後 這一題的最後就是 其實能源是很多人看的 不非特是這麼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他那篇 當然有 他AI沒有什麼怎麼說 他好像說到不太相信 但是 由他就很明白 還有 又是很便宜的 XLE是很便宜的 其實是很steady 又沒有disruption 其實 都是那一句 這一刻沒有人說 反而要花多些時間去看 就不要追求短線的勝利 這些就長線 跟不非特 跟不非特 或者跟這些思維 其實XLE是很好的 XLE其實今年是普普通通 打橫 這個第十四頁 接著就是十七頁 很快就這樣說了 很多比特幣 我記得 十七頁 SMCI 入了指數之後 是不是很多人收貨 很多人放貨 在美國其實跟香港有些不同 美國之後 美國入了index之後 那個buying 其實都會長很多 他不用一天之內做完 看看你是做什麼 如果你是做那些 ETF tracker 那些你當然要 那些立即做 但是如果你是 追蹤那個benchmark 那些 你不用立即做 就是不同的 看你是哪個位 看你是什麼人 看你是什麼基金 或者看你是什麼 但是就長一點 但是 你這題問題可能是 關於指數有關的那些 但是如果 fundamental 那些 其實就 就不關事 不關事 你要很小心 很小心 如果始終有些被動的買盤 其實都會對股價有影響 被動的那些很快要買完 但是主動的那些未必用 是的 OK 但是都是一個買的動作 可能他都買了 有些主動的那些 可能未入已經買了 到那天才會沽 就好像很多地方那樣 買定 也都可以的 下面的問題 還是很多人出貨 但是不會很多人出貨 會的嗎 如果他佔那個成份 可能是1% 我現在買了5% 那主要成份佔1% 你怎麼會買5% 因為我之前未入的時候 我知道會加入 然後我買大了 就贏了錢 就沽貨獲利 可以的 都有的 所以這題是很技術的問題 但是就 研究多些基本面 不要研究那麼多 那些index rotation index 是的 這個是第1題 然後就 第17頁 都是Bitcoin 會不會Pullback Ethereum 買不到Ibit BTIO好媽 這個 這個是Future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的 我擺了一個頭18頁 就是BITO和Ibit 板牙在一起 好啊這個 3月開始有些分野 是的 3月開始有些分野 你問我 如果你做不到Ibit 那可能BITO 會比較 調查得最接近那個 中間的差距就是 來自什麼呢 就是 那些future position 那些contract 是的 是的 就是成本 不是成本 是基本上那個 Future 那個 怎麼說 它的價格跟不足 一定跟不足 是的 還有 期指和這個 現貨就沒有東西了 現貨是 cash 但是Future 是有個時間性的 所以 一定有個分別在 是 但是它不會高過的 它跟不足 但是它會不會超反應呢 有時候可以的 有時候可以的 但是現在不是了 還有現在是升市 現在的價格是升的 跌的時候可能有些不同的 但是當然 要看Future裡面 那些人去那個 那個 部署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是很複雜的 但是 你問我 或者答題 很簡單的問題 買不到Ibit BITO 我剛才跟飯校都講過了 香港的情況 就問飯校 但是如果你是在美國 我知道好像這裡 很多人 很多加拿大人聽 是啊 很多加拿大人 馬來西亞哪裏都有 是啊 那麼 香港的情況是飯校 如果你是外國的 你買不到 我建議你問一下 那個broker 為什麼買不到 即質問他 不是質問 我們全部人很有禮貌 很斯文的 很斯文的 我聽回來 我那些美國那些 就填一份表就可以了 它不是說那些什麼PI 不是那些東西 可能你們開戶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沒有全部的 哦 有些人 不是concent 不是concent 有些時候你開戶 未必全開了 有些你開戶 你可以買股票 但是你可不可以買ETF 你可不可以買哪一類型的ETF 呢 期貨的ETF 有些有時候 我聽回來 就是還沒全都 那要全都可以 所以你就聯絡第一步 聯絡自己的劍商 聯絡自己的劍商 為什麼買不到 如果他告訴你 那條例你買不到的 那我沒辦法說 但是如果他說 因為你十五年前開戶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想找人 你更新一份份表 你剩下就行了 剩下就行了 剩下簽名 我有個美國 就是這樣搞定了 哦 這些是很文件 流程的 不是說不讓你買的 那些 所以這個又可以想回 挺好的 這個分享 然後第十九頁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那個Marathon 為什麼這麼弱 我們昨天說的 上個星期說的 好像大跌 然後又升回 然後又大跌 我想說Bitcoin mining 是一個 現在都是一個很風頭火勢的一個行業 也不要想到 就是Bitcoin 暴星這些 不如我又和朋友買個伺服器 又去掘那些 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 Bitcoin這一點 或者AI這一點 這個 我這個做主題 其實Bitcoin和AI 你問我 最大 就是 現在的人看得很positive 好像我也看得很positive 每個人都是 其實最大的風險 就是監管 兩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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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一定會監管 是 不只是 一定會監管 或者被人告 一定會受監管 尤其是有什麼美國選舉 很多 特朗普昨天說 Facebook是公敵 其實就是 因為Facebook裡面有很多 不知為什麼 搞到一些東西不同了 他不喜歡 就是這樣 所以AI一定會有更加多的監管 一定會有 然後Bitcoin也一定會有 現在我們是享受一邊 現在是Liberate那邊 但是監管那邊一定會發生 那些一定會發生 那時候可能就會 但是Marathon就是這樣 然後Bitcoin 也是那一題 今天好像沒有放到這個圖 大部分人看回 如果上次Halfing的經驗 應該是20萬 30萬 是很普遍的 但是 所以你15萬已經很保守 我也會錯 你20萬還是15萬 我15萬 但我可以錯的 首先 我怎麼會不錯 但是我想說 這一部分 或者第十九頁 最後的都是 會不會retrace on halfing on behalf of halfing 究竟之前之後做些什麼 這個是一個 歷時代的 一個新的東西 資產的規模 將會很大 現在已經超過了銀 那些 然後向著Google 進發 但是 風險管理 是要管理得很好 其實不要說Bitcoin Vidia都要管理得很好 不是由950元 到840元 世界有什麼第三大股票 然後原來是這樣 是不是聽到很害怕 Bitcoin是更加嚇人的 你要預料 我們現在 今天 我錄的時候 是71萬 星期四播 可能只剩65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Bitcoin的Vidia很高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是 我只可以說 在Fundamental Supply and Demand 是非常之正面 非常非常非常正面 很簡單 就是越來越多人買 然後沒有供應 這個是Simple Supply Demand 我們不是說什麼PE Earnings 有些人跟我說Cashflow Yield Bitcoin沒有Cashflow Yield 我就不買 我們Bitcoin不是這樣看 我們只是看有多少個買 有多少個買 所以Bitcoin大家要做得好些 然後20頁就是這個叫做 很多人問加拿大 是的 樓市 但是他是問股 加拿大問股市 定時收息會不會怕 首先 我猜 Jesica應該是加拿大人 香港人 研究加拿大 很少研究到加拿大股票 我猜你是加拿大人 理解 我放了一個圖 21頁 EWC 這個是加拿大Spider 加拿大的iShare 不是 加拿大的ETF 我忘記哪個牌子 Versus SPX 當然也都是SPX 遠遠跑贏 這是五年的圖 就遠遠跑贏 首先加拿大 盈利增長 這個叫MSCI Canada 這個盈利增長的能力非常低 很低 很低 所以我們要靠Dividend Yield 我們的Bond Yield 比Dividend Yield 所以他都打算收息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 Jesica應該有些稅務的專家 會幫助到他 協助到他 這些全部要交Dividend Tax 是的 都很多 是的 所以 怎樣看加拿大 我自己是沒有參與的 我坐在加拿大 我是沒有參與 我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買加拿大 沒有買加拿大 加拿大的大股 是的 Telis Fortis 銀行 電信 能源 什麼都有 但是 加拿大人 做回美股 最簡單 這是大小的所謂 但是很開心 有加拿大的朋友 問一些加拿大的問題 但是我經常覺得 我看香港那些 這些都不關我的事 我們繼續說 死了 都是加拿大 是的 加拿大 溫哥華的住屋需求 形象高檔 長遠下調 我打算找一集 我又是很不空再跟大家說 但我們上個星期就錄影 但是我真的很怕 我想做這個節目 協助到所有人 你怕沒有那麼多人提議 我太古城收租 你為何跟我說溫哥華樓 我們都想知道 我只是在太古城 我都想聽聽其他的 現在是問一下 太古城應該摩貨 你又跟我說溫哥華西區 我都不知道在哪裏 我盡量配合所有人的喜好 如果你想聽 你們在留言區留下 你們的看法 或者加拿大 我自己跟他們自己搭更好 加拿大時間 加拿大 你又可以參與 更好 我們可能長遠 我們這樣做 分開 然後多倫多 多倫多我放了幾個圖 那你溫哥華不回答 剛才那次 溫哥華上次都回答了 上次都有圖 上次回答了 然後 如果想再回答多些 我可以再回答多些 我們只會在溫哥華吃飯 要怎麼這麼辛苦 看人不如我 你便來 很狠 好 我在那裏安排個Studio給你 沒問題 好 你們自己又在加拿大吃飯 我們快點說 然後 多開心 你可能跑不動 我們先放在一邊 但是 23月 多倫多的樓價 多倫多的樓價就是這樣 多倫多的房地產價格的升幅 這個是一年前 這個是三個月 全部都升 多倫多和溫哥華的分別 多倫多 當然是 那個城市大很多 GTA是千多萬人 溫哥華也是二百多萬 然後多倫多的金融市場 大很多很多 那 倫多市場 市場 現在 下跌那些公道 差很遠 但是 我也是 在這裏是很片面地說 我打算找一集 就 不要緊 其實有一集很久 年多之前都做過 我不介意的 我們做一集 那集只有五百個人看 但是幫到那五百個人就可以 好好好 可以啊 但是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可以啊 我很想聽啊 就是幫到五百個人 幫不到幾千人 不是 長遠來說 我們都應該多說 多元資產 樓市都可以說 是啊 我已經說很多比特幣 其實樓市那裏我先這樣說 但是如果有些什麼 其實你直接 看看我們怎樣可以幫到別人 我們都幫 是啊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好大壓力 我感覺到你要趕著 在這四十分鐘之內 這是你給我的命令 你答標了 這是給我的命令 所有人給我的命令 我盡量跟隨 因為我們加了字幕之後 又多了人看 就是那個view 我們上一集 是首次突破一萬 就是好像NVIDIA 一萬億美金 一路一路上 市值 我們是不是簡體還是繁體 我們是 咦 這個問題 加繁體字也好 但我加繁體字 你是簡體還是繁體 我是簡體 簡體 非常好 我加繁體 如果可以選 繁體的市場是小一點 是啊 簡體市場大一點 我們都是做些 你這個真是很好的建議 我馬上整個 簡體 因為我很多 簡體 簡體 我們很喜歡你 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不如下次我們找一次 說普通話 那就只是找我們出醜 不是 怎麼會 我太太又說 這個飯巧有沒有搞錯 我給你講國語 摧毀她的台 不行 摧毀你的台 不要 爆聲 很多人聽 因為可能是笑 用來搞笑 不是 下一集就開始很多人說 為什麼香港人的國語 這麼差 古天樂 不是 這個你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沒有講的 你講兩句來聽聽 不講的 是的 很感謝大家 幫到人 我下次就現場 下次現場 你們繼續寫下你們的問題 因為今天Rafel 回答上個星期的 超多問題 我都怕他回答不完 他本身 他都可以完成使命 回答所有問題 所以你們盡情留下你們的問題 我們下個星期四 真言見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四